台湾国际报 The Taiwan Times制作播出 值得您关注的国际新闻节目 欢迎收听台湾国际报 我是黄涛 马上带您关心 今天12月30日的国际新闻重点 哈喽各位听众玩 又到了每个礼拜四的国际新闻时间 我是主持人黄涛 好的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 主持人我想先预祝各位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感谢各位听众一路以来的陪伴和支持 你们的每次回馈便是台湾国际报 进一步的最大动力 倘若没有你们 也就没有今天的国际报 纵视相较2020 2021并没有显得更加地顺遂 年终碰上丢塔雷席 5月全台大学开始实施远距教学 然而这一分隔便是将近半年之久 年末又碰上Omicron夹击 无论是圣诞节又或是跨年 总是少了那么一丝欢乐气息 白宫白夜受到疫情冲击 不少人的家庭生计也受到了影响 不过 It is the hard times to help you grow 每一次的考验以及障碍 都是我们成长并向前迈进的养分 If we can make it through this time We will know it are hard what we achieve 通过了2021的中中考验 我们势必能在2022里要然于心 自己是多么的有力量 多么的有勇气 因此 希望大家都能在2022的最后两天 陪伴身旁的朋友 家人以及爱人 并拥有一个美好的跨年业 以及崭新的2022 那么 今天首先要来进行的是 同样是我们台湾国际报的 你问我大环节 不过由于时间方面考量 我这边就从中挑选三题做回复了 第一题 新年的希望 我希望能够长高 变帅变有钱 第二题 今年的遗憾 可能是5月的远距 导致感情的结束吧 第三题 跨年的安排 先陪家人吃晚餐 再和朋友吃火锅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你问我大环节 有兴趣的听众朋友 不妨下周也可以投信至 台湾国际报的IG粉丝专页了 那么 今天要来关注的体谈消息是 MLB 美国之棒 MLB 美国之棒的 名人堂票选结果 将于明年1月公布 然而 投票人选包含 Barry Bonds Roger Clemens 等涉嫌服用禁药的球星 因此 一众涉药球星 能否从中获得入选资格 相当值得众人关注 进入大联盟名人堂的门槛 为70%的支持率 截至今天上午 在已开的89票中 Bonds和Clements 同样获得78.8%的支持率 有机会在获得名人堂 票选资格的第10年 顺利入选 然而 同样是职业生涯 增上建议药的ERA 目前只拿到42票 且支持率仅有47.2% 可以说是与他的职业生涯 大相径庭 因为 单就生涯记录而言 ERA的成绩 可以堪称是传奇等级 除了生涯打击率高达 2.295外 更在拳雷达排行榜 名列历史第四 有着669支拳雷达 并敲出3100医属之安打 且贡献2086分打点 同样位列历史第四 此外 纵观他的职业生涯 一共拿下3座MVP 14次明星赛 以及10届赢棒奖 东西也是史上第五位 3000安 500轰的俱乐部成员 更传奇的地方在于 ERA长达22年的职业生涯 一共赚取将近4亿美元 纵使因为竞赛数百场被减薪 加上宣布退休后放弃剩余薪水 导致薪资收入大幅缩减 但是 却依旧不影响他 成为大联盟146年历史上 薪水最多的球员 那么 今天同样整理了五则国家文 首先是斩草出根 立场新闻及起停刊 接着是乌克兰局势紧张 美俄明日热线童话 再来是左手卖股 右手买股 马斯克之骨不减反增 以及未报取消年度人物投票 只因JK罗林大幅领先 最后则是急流勇退 MLB水手明星Kyle Seager 宣布退休 首先 第一则新闻要来追踪的是 香港媒体立场新闻 六名现任高层及前任高层 于昨天上午 遭到香港警务处 国家安全处逮捕 而公司也于昨天晚间 发出声明表示 因应当前情况 立场新闻将会即刻停止运作 并遣散所有员工 而网站及社群媒体 也将即刻停止更新 并于近日移除内容 对此 港警国安处高级警司李贵华表示 政府已经依法冻结立场新闻 高达6100万港元的财产 并有理由怀疑 在英国是有分撤的立场新闻 有构结外部势力的可能 此外 李贵华表示 国安处也在全港各地展开行动 针对立场新闻 以及其他串谋发布 多篇山洞新闻章的人员 依照串谋发布拘捕山洞刊务罪 逮捕三男四女 其中包含现任编辑 以及时任董事 同时李贵华也指出 国安处探员搜查了立场新闻的数个据点 并在过程中查获大量电脑 电话 电子器材 以及文件 和50万港元现金 并强调 国安局方面也已经依据 港区国安法 发出了冻结财产通告 冻结立场新闻 高达6100万元的财产 而这也是国安处自成立以来 于侦破案件中 缴获最多金额的一次 对此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 昨天行动并非为了 整顿反对派媒体人士 而是单纯的执法工作 且与新闻媒体工作 没有直接关系 此外 执法的行为 不会因为个人 机构 亦或是身份 而有所改变 同时也不会刻意针对 特定立场 或是特定媒体 然而 国际方面则是无法接受 特首林郑月娥的说辞 以及昨日对于立场新闻的 诸多作为 并且纷纷表示谴责 希望政府当局立即放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昨天发出声明表示 香港政府对于立场新闻的 查抄 以及拒捕 亲民工作人员的行为 乃是让香港少数仅存的 自由与独立媒体 被迫停止运作 并强调 新闻工作 绝非是煽动行为 随后 布林肯也敦促中国政府 以及香港当局 停止锁定香港的 自由独立媒体 并即刻释放 受到不公正指控 和拘禁的记者及其高层 同时 德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 香港政府的这些行动 无非是再次证明 自从港版国安法生效后 香港的对人化言论 以及新闻自由 接受到了无尽的侵蚀 第二则新闻 要等您关注的是 美国白宫国家全会议 发言人霍恩 在今天发出声明表示 总统拜登将于明日 和俄罗斯总统普丁 展开热线通话 并讨论一系列议题 其中包含乌克兰 和俄罗斯的紧张局势 以及将于明年初 举行的美俄双边安全会谈 俄务关系高度紧张之际 双方战士一触即发之时 美国白宫则在今天宣布 总统拜登将和俄罗斯总统普丁 于明日展开热线通话 而且也是两位元首 在一个月内的第二度通话 对此 美方资深官员补充 这次通话乃是配合 俄罗斯方面的要求 而总统拜登也接受这项要求 并就外交解决俄务危机 以及明年初的安全会议仪式 展开充分讨论 最后 克里姆林公发言人 佩斯科夫也证实电话会谈 确实存在 并强调双方将于 俄罗斯时间的晚间 进行通话 然而 值得关注的是 在得知美俄将于 明晚热线通话后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 高级代表 波瑞尔则表示 美俄之间 关于安全保证的任何谈判 欧盟绝对不能置身事外 因为那不光是美俄间的问题 欧盟方面也需参与谈判 第三则新闻 带您关注的是 电动市大厂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于前天再卖出93.4万股 套现约为10.2亿美元的 特斯拉股票 而此举也使他更接近 先前在推特上 豪宇受股10%的目标 然而 根据Marketwatch报道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发布的文件显示 马斯克在卖股的时候 也同时执行了 他个人薪酬发案中 所拥有的股票选择权 并以完全执行 所有将于明年到期的选择权 合计2280万股 换言之 截至目前为止 虽然马斯克一方面 确实卖股比进10% 但是在他执行股票选择权后 他现在所持有的特斯拉股份 可以说是不减反增 反而增加了700万股 并且来到1.775亿股 值得关注的是 根据彭博资讯计算 马斯克自11月7日起 一共卖出了大约 1580万股的特斯拉股票 并套现160亿美元 且以足够支付 他需缴纳的110亿美元税金 第四则新闻要对您关注的是 身为英国三大报之一的 卫报The Guardian 过往都会在年末 举行年度人物 Person of the Year的票选活动 然而投票网站 却在昨天无预警离 遭到关闭 对此网友纷纷表示不满 并猜测网站关闭 那也是因为JK罗林大幅领先 以及近日与卫报 左派立场相反的言论 然而JK罗林近日以来 确实也是饱受各界争议 除了因为跨性别的议题 受到左派人士的反弹和谴责外 更应公开表示 无论变性者的 个人性别认同为何 变性的女性和天生女性 就是存在生理差异 彻底惹怒了跨性别族群 此外 JK罗林近期的言论和表态 也导致它逐渐被各界切割 甚至连自己亲手打造的 哈利波特系列 也选择与其保持距离 例如 全球影迷期盼已久的特别节目 哈利波特20周年 重返霍格华兹 该节目中也只呈现 JK罗林于数年前拍摄的 反观画面 并且只有简单带过 值得关注的是 纵使JK罗林成为 跨性别族群 口诛笔伐的对象 而新书和电影 也纷纷受到抵制 甚至过往的电影演员 也先后发表相反声明 家族影视公司方面 也刻意淡化两者关系 导致JK罗林成为 风尖浪狗的讨伐对象 然而影视公司方面 要想绕过JK罗林 并产制哈利波特 相关的任何产品 只能说是毫无可能 因为JK罗林过往在洽谈 哈利波特影像化版权之时 以为自己争取到 十分稳固的地位 并拥有对任何 在制产品的话语权 最后则新闻要的各位关注的是 目前效力于MLB美国职棒 西雅图水手的明星三类手 Kyle Seager 在与球团走完七年合约 并成为自由球员后 在今天正式宣布退休 并结束他长达11年的 水手球员身份 根据ESPN报道 由于Seager向来 不太使用社群软体 因此Seager透过 妻子的推特账号 发表了简短的退休声明 他表示 感谢我的家人、朋友以及粉丝 陪伴我的整个职业生涯 这是个美好的旅程 不过 我也对于人生的下一个篇章 感到格外兴奋 然而这份出席不一的退休声明 也让不少球迷感到十分意外 因为Seager在今年 一共打出35支拳雷打 并贡献101分打点 双双创下个人生涯先高 并率领水手拿下90胜的好成绩 名列美联系区第二 也是自2003年以来 单季最多胜场的赛季 值得关注的是 Seager长达11年的职棒生涯 结与水手相伴 合计出赛1480场 并贡献1395支安打 其中包含242支全雷打 以及309支二雷安打 且贡献807分打点 而在水手的11个球季 Seager有9季 至少较出20支全雷打 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咬文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 今晚的收听 若是你有任何想法 或是有些我们追踪的国际消息 欢迎您随时到台湾国际报的粉丝专页 告诉我们哦 以上节目内容 借由TheToneToys制作播出 那么我们明年再见 拜拜